那么在这个时候 这台IS它到某一个 IPv4这样的一个直网上面去的时候 它要找 究竟我是通过哪一台IS 学习到这样的一个IP网道 那么因为它是一个level1和level2的两个数据库 那么在这个时候 它通过对端的这个IS所发布出来的这个TLV1 来确认我本地的这个区域 和远程这台IS的这个area这样的一个IP 是否匹配 如果是匹配的话 那么我知道它和我是在同级个level里面的 或者是同一个区域里面的 因此它查询的是level1 这个数据库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信息 而如果它早发现对端的这个区域 和我本地的这个区域本来是不匹配的 是在两个不同的这个区域里面去的 因此那么在这个时候 它知道我本地需要查询的是一个level2 这样的一个数据库来查询它的这个对端路径 因此在这个时候 这是TLV1的这样的一个用途 那么我们看一下 实例 当我们看 查看ISIS这个数据库的时候 那么第一条 第一条就是它的这个对端的这个 区域号 那么这个区域号在这边 你可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是它的这个 em area ID 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本地的 我们看一下我们实验台上面的区域 run show ISI statebase 和记录录器 R1 然后用这个 Detail也行 用Extensive 然后这边 Find TLV 好 那么在这边 我们先看一下 这台是我们本地发送出来的 这个是我们本地发送 我们要看的是下面一个 因为对端的IP route ID 我们就可以知道究竟是哪一台发送出来的 那么这边是我们在R1上面所收到的 这个R2 所发布出来的这样一个TLV 那么在这边 你可以看到他的TLV1 他显示的是49.0001 好因此在这个时候 后面那个三次 他的字结束 这个不用管 他就因为因为他net 他是一个可变长的 所以他他用来规定 我前三位是前三个byte 是我的这个area ID 好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就知道 我从这个邻居里面所收到的 所有的这些IP network IP什么样 他都是在我们区域内 来进行这个通道的 这个是第一个TLV 他主要是用来描述 我本地的本地路由器的一些邻居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 在我们的数据库里面 他在这里会显示一个neighbor的这样的一个信息 isneighbor 他是这个sinted name 那么当然在我们的数据库里面 他有另外一种形式的这个TLV来去进行这个表述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当当我们的这个本地数据库里面去查看的时候 我们这个neighbor在什么地方 我们的neighbor我们可以在这里 那么在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另一个TLV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形式 在这边 他是用来标示他的这个本地的这个邻居 那么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同一个alive上面来去进行这个映射 所以你很难很去很明白的去区分到 他的这个主机名和他的这个 ISO地址的这样的一个相互的一个映射 那么如果你是在多台这样一个主机上面去做的话 那么你可以看到像我们这个幻灯片里面 所显示出来的这个将他的这个DONET这个地址 然后跟他的这个主机名去进行是映射 所以如果是你在alive上面去配ISIS的话有时候挺挺挺挺郁闷的 另外TLV129 TLV129它是用于定义我在三层上面所支持的一些协议 默认情况下是IPv4跟IPv6同时被打开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例子里面 那么你可以通过用这个speaker来定义 我们知道知道我们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family 那么在这边的话我们也会看到在TLV1下面定义的是一个 我们的这个压迹 在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ISI里面究竟能够传什么地址族的这样的一些信息 IPv4和IPv6都能够支持 那么有点类似于这个BGP里面的GestFamily 好下面一个是132 132指的是我们本地路由器里面究竟有哪一些接口运行了ISIS 换句话说就是我现在这台ISIS里面究竟绑定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IPv4在这里 因为你要知道如果你不连自己本绑地的什么IPv4都不知道 怎么怎么样告诉别人 那么在这边的话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些IPaddress 在这边显示的是我们本地路由器上面所绑定的 那么默认情况之下 他跟他跟我们的这个routerID 他的这个地址显示的是一样的 这是本地接口上面所定义的 那么他的这个可能会跟你的这个.net这样子所配置的这个address 相相相相性相适应 fsp 这样的以太网卡 当然只有已经我虽然我们模拟了多个 vlid 出来 但是他使用都是一个阿诚的这样一个 mac 地址 所以他会他无法去进行一个独一的这样一个区分 好 这边是我们的这边是数据库里面所显示出来的一个接口 那么在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 ip 网 ip 的这样子一个地址 啊这样的主机名跟我们的这个 isis 里面的数据库是匹配的 那么我们的这个名字叫 junus 的话 那么他也可以自动的帮帮我们去进行是映射 那在现实情况中的话可能就是对端的不同 可可以看到不同的这样的 ip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比较 重复的这样的一个 ip 网段 好 那么刚才我们介绍的是这个 tlvg 的这个 区域地址 以及他的这个 is 的一个本地的 这样子的一个 接口 就是我的这一些邻居 以及我的这个支持 ipv4和 ipv6的一个使用意 还有的是我们这个 iso.net 这个地址 所板定的这个 ip 地址 最后是一个主机名和阿诚地址 一个映射 那么当我们完成了之后 这一块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好 那么这边是一个 summary 这边是刚刚我们所演示出来的相关的这些 tlv 的一些分布情况 是 谢谢大家